女王當家 最讚的都在這裡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Tracy小姐 淑文 很多人其實都知道 我們要健康長壽 最重要的要素當中 就是兩隻腿 雙腳要把它勾好 所以今天節目當中 特別邀請到達人 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其實Nana日常生活當中 讓有一些小撇步小法寶 我們就可以 讓我們的腳好好呵護它 寶貝它 用比較鮮的 用比較久的 馬上就來歡迎 今天現場的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 我們的生活達人潘磊 崔喜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困擾媽媽 珍莉媽媽 大家好 是珍莉 好 剛剛講到說 雙腿其實很重要 Nana日常生活當中 什麼東西最簡單最快速 我們就可以好好來照顧 我想得到的是 像襪子或者鞋子 那我就先請教一下潘磊 像你自己都是怎麼來寶貝 照顧你的雙腳 其實像以前 就是說我們男生 喜歡買鞋子 尤其買球鞋 所以都去追求好的機能鞋 可是後來你會發現說 穿了很多的好的鞋子之後 為什麼說腳高高會痛 就是因為 腳跟鞋子中間 還有一層東西叫做襪子 所以你覺得襪子很重要 襪子很重要 我是後來才知道說 真的有夠重要的 那珍莉呢 我個人是覺得 其實因為像鞋子啊 有時候它太薄 我們現在已經穿不住 太薄的鞋 那你剛才說那個襪子 那有時候我們也會穿 比較厚一點的襪子 可是再穿厚一點的襪子 其實它並不舒服 有時候又很悶熱 對 然後就會有一點怪味道 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材質也挺重要的 所以如果我們 能挑到一個有厚度的 可是又有一點機能性 有彈性好一點 什麼有沒有多功能一點的 這樣也是 也是一個新的選擇啦 對 所以今天我有看到 潘蕾幫我們準備 你說襪子很重要 那襪子不就襪子嗎 對 襪子 我以前也想說襪子 不過就是個襪子 跟它不一樣 那有什麼戴不起 而且你看像我們一般的襪子 就很正常啊 就這樣 短襪 襪子就穿很像這樣啊 這個女生最愛 因為穿型襪 因為她就是穿在鞋子裡面 有點像隱形襪 對啊 可是其實穿這個並不方便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 它後面會一直掉 會 你在穿高跟鞋肉 它會一直滑掉 一直滑掉 你變還要再一直去搬 一直去搬 那這樣子潘蕾 請問一下 這樣跟我們好好寶貝 照顧我們的雙腳 我聽到現在 我沒聽到襪子有什麼地方 可以照顧它 襪子以前就說要穿 穿不要要穿什麼 第二衛生 對啊 第二就是保暖 以前穿襪子 大概就是這兩種考量 但是現在叫做進到機能世代 機能的襪子現在都出來 所以你看很多的運動選手 跑馬拉松的 還是你說踢足球的 你說穿一般沒有功能的襪子 他們的腳一定受不了 所以他們的襪子跟我們一般穿的襪子 不一樣 絕對不一樣 我們現在就說我們在台灣 台灣有很好的紡織技術 也就是說我們來看 像以前的襪子是穿這樣 第一個你可以看到 一般的襪子有沒有 來 從頭到尾它全部都是同一個織法 全部都是同一個織法 都平平的 對 然後呢 厚度也都是一樣 重點是 你看喔 它的腳是這樣子形成一個歪型 這樣歪型有沒有 但是你想想看喔 你如果說 長時間你坐著的時候 你的腳會這樣嗎 你的腳一定是L型的 整個是垂在地面上 所以呢 這一種襪子你穿了之後呢 你的腳就會被扳開來 被扳開來 你的腳會沒鬆款 因為它編織的方式的關係 是喔 再來就是說呢 我們來看到就是說 我們今天我自己發現這個叫做 壓力健走襪 它跟市售的襪子 真的完全不一樣喔 你可以看到它的襪子 你把它放白白 它就是這樣L型 為什麼是L型呢 因為我們人如果站在的時候 你的腳肌一定是這樣 對啊 一定是這樣嘛 所以如果你像這種 這樣的時候你就覺得腳會扳起來 扳起來 對 鬆款 所以這個讓你穿起來的時候 坐著的時候呢 你的腳會非常的舒服 再來你看喔 什麼叫做壓力健走襪 一般的襪子沒有所謂的壓力 因為它全部都是同一個織法 但是你可以看到 加一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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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圓它都不一樣 用腳台來看喔 這一雙壓力健走襪真的很厲害 第一個你可以看到這邊 它是呢 這個是一個 襪口 有一個襪口的部分 讓你打吧 然後你看到下面這整個大的襪身 它是第二段織法 再來呢 進入到腳踝這個地方 阿基里斯見記的所在 它是第三個織法 再來腳背又是另外一個織法 這邊足弓又有另外一個織法 然後前緣這邊又有一個織法 後腳踩又有一個織法 車子完全不一樣喔 重點是來 我轉過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總共有什麼 六段不同的壓力 第一 這個襪口的部分 人家說這個襪口 穿起來會痛 會鬆 會感到 因為怕滑落 所以通常都會找比較緊 可是你知道穿久了 它又鬆掉 對 所以它是不會讓你縮一下 很不會鬆來 這個地方 它就是讓你大吧 但是呢 它不會讓你覺得有咬的感覺 穿起來 對 太鬆的 痠痠 癢癢的 對 再來你看喔 第二段這個 整個地方 它是大面積的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是腳的小腿肚有沒有 對 小腿肚又是另外一種織法 那個地方很容易痠 對 那個地方哪有把它撐住 那個這一整天 就是我們包括我們抬腿衣是一樣 對 撐住它 腳就比較不會痠 對 然後再來你看喔 往下這邊 它又不同的壓力有沒有 到腳踝這邊 然後到腳底 然後腳掌 每一個地方 它的壓力都不一樣 因為其實我們最會痠痛的是這裡 對 這個腳 鞠躬 鞠躬這邊有沒有 對 鞠躬那個部位 對 所以那邊的顏色不太一樣 跟鞠躬那個 那個顏色比較淺欸我發現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這個地方上面 它六段 它的壓力全部都不一樣 對 而且這個六段的壓力 它是用毫米鞏柱來做計算 什麼叫毫米鞏柱 毫米鞏柱就是說 一般像 像有的貴姐 他們去買那個很好的絲襪 那不是一單一單 有沒有 丹寧樹的意思 對 所以丹寧樹跟毫米鞏柱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計算方法 丹寧樹它是就是說 計算你的這個編織的纖維 它的粗細跟蜜的程度 但是那個穿在你的身上 那個感覺會不一樣 怎麼說 很緊 對 很緊的 像我老婆她之前有一段時間站櫃 她穿那個襪子你知道嗎 那個有壓力的那個 對 而且她叫我們要躺在床上躺平 10分鐘穿不起來 然後這樣慢慢這樣拉拉拉拉 腳要翹起來穿 你知道嗎 有多累 穿完一雙襪子 那個全身都是汗了 而且這樣整個腳都很丟 我覺得這樣循環 我比較好奇是這樣 那麼緊這樣循環會好嗎 那一種就是說 它有一個壓力在的時候 讓你的血液能夠把它打上來 可是呢 它有一個缺點就是說 它是均衣的壓力 這雙它厲害還有六段式不同的壓力 因為你腳腿有的地方比較粗 有的地方比較柔 它的壓力做不一樣的 這樣才符合人體工具 來來來 這邊有一個顏色 有顏色大家可能看得比較清楚 有六個壓力 所以你看 1 2 3 4 5 6 欸 才這樣子一段 從小腿肚過來就六個壓力 對 不是一個壓力到底 這個才叫做量身打造的直接幫你做壓力 不怪你說這個叫做人家運動員 他們挑的那種專業型的 就是那種壓力是不一樣好 所以它這個 我剛剛看它的外型跟一般的襪子是蠻像的 而且下面還有那個點點 對 它這個襪子 它很厲害就是我們現在從襪口這邊看 它不會鬆脫 會讓你打肉就是不會打肉 再來就是說這邊大面積小腿肚 因為小腿肚這個地方 它要加強循環 它的壓力要有 所以這個地方它有一些壓力有沒有 這個好像說 你用力量的時候 小腿肚捏一下 你剛剛就痠的 有沒有 這個地方它是幫你做到這個壓力循環 然後再來這個地方 足弓這個地方有沒有看到這裡 後腳筋你剛才說 足弓這個地方有沒有 很多按摩師傅一按下去 你就按按叫 好有感覺 真的 好有感覺 腳底按摩的時候最怕 你足弓你壓下去的時候 它能夠讓所有的血液跟穴位 它能夠釋放 你去給人家按腳底按摩 就是按這個點嘛 現在的機能瓦就是能夠做到 那個位置也有不同的壓力 幫你做到壓力 而且它這個壓力 它不是只有織法不一樣 它這個織法還是把它往上拉 這個地方往上拉 所以它有一個往上拉上來 這樣拉起來 那種感覺有沒有 有沒有 好像按摩師傅幫你拉上來 拉上來那種感覺 所以你穿起來 你會覺得說 覺得腳開了 腳很爛的 這樣好 然後再來就是說 很多老人家 像我媽媽也是 年紀比較大 人家說後腳快會比較薄 所以這個地方有沒有 會比較薄 所以它這個地方 它做三倍毛巾底 讓你踩下去 好像有脖子 還有很多人穿新的鞋子的時候 腳尖這個地方 很容易去磨到有沒有 這個地方它也做三倍毛巾底 所以你的鞋子如果說穿比較大聲 你這樣攪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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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覺得說枕頭會痛 一般外面人家的襪子有沒有 像這個有嗎 像這種薄薄 而且最討厭就是它前面這個地方 我本來想說都要薄薄比較好 有刷頭有沒有 對 那有時候會磨到很不舒服 那個線頭 沒錯 這一雙它厲害在哪裡呢 它厲害在說 這個地方你有沒有看到 沒刷頭 它有六塊布 它是怎麼摺的 這是我們台灣做的嗎 這個是好厲害喔 義大利的技術叫做 人工對目無縫機台 一般像這樣粗拼拼 你會覺得這裡去磨到 這個都沒有 這裡都沒有 所以你穿新的鞋子怎麼磨到 枕頭這裡都不會去磨到 好感動 我們台灣的襪子有辦法做成這樣 好厲害 因為你知道其實有的時候 為了不要讓腳太痛 我們會在鞋子裡面加一個鞋墊 對啊 氣墊一樣有沒有 讓它破破 可是它現在就是剛才 加厚 加厚那個地方就像氣墊一樣 所以我們沒辦法 就把我們的鞋墊的厚度上去 對 讚喔 好 我們馬上 對 好不好 看看 我們講一下感覺怎麼樣 腳上穿著這個就是 一般大家所謂的 穿好看的 也滿好看的 完全沒有機能的襪子 這樣穿在腳上除了好看以外 也可以更保護我們的腳 看一下 有耶 有耶 穿上去的感覺就不一樣了 會很緊嗎 不會 而且你知道嗎 這邊像現在這一塊 我就覺得它有幫我這樣縮住 而且你看這邊 腳踝這裡也是 有沒有 它就已經縮起來了 對 這就感覺 你就是整個 真的就已經有壓力在了 對 順上來的地方 你合上去之後 它有六個壓力 每一個壓力 它會幫你稍微 鬆緊度不太一樣 所以你會覺得說 好像有那些刺靈 讓你有點抵抬 那種感覺 其實就是說 好的襪子就是說 像以前的襪子 它沒有所謂的壓力 就是穿水 穿燙而已 而且啊 我剛剛很貼心 就是說 如果像老人家 對 還有止滑 對 它有止滑 止滑的顆粒 這個真的很重要 因為像我爸爸媽媽 在家裡面 他們怕冷 血尋他們比較好 一定會穿襪子對不對 他們一定會穿襪子 但是一般襪子沒有止滑 那會滑倒 那很危險 所以這雙襪子就要 那我現在就換上 你都把它換上去 我等一下不是要站很久 這樣看起來比較不會痠 真的 這個厚厚的穿起來很舒服 摸起來也很舒服 不過會透氣嗎 會吸到嗎 以前的襪子都是所謂的棉襪 但是現在這一隻襪子 它厲害在哪裡 它用到是竹炭以及褶 竹炭本身它就是吸濕排汗 那褶它又能夠釋放出 所謂的遠紅外線 所以你看 我現在做一個實驗給大家看 我現在直接用這個蒸氣機 把這一隻襪子 壓力漸著襪套在這上面 只要當你走路的時候 一定會有所謂的腳氣 一定會有熱氣出來 你看這個熱氣有沒有 它直接跑出來 熱氣直接跑出來 而且整箱都透氣 而且它是腳背测氣 腳底也能夠透氣 腳背這個地方 它也汁得特別的薄 讓你能夠把熱氣給散出來 應該沒有人的腳 整隻這麼熱 透氣達到 可是如果說流腳汗 那叫什麼撈腳射 那這樣也可以解決他們的困擾 我現在直接做一個實驗給你看 因為我自己也是很會流腳汗的 所以你看 這麼多的水有沒有 以前你不可能一整天流這麼多 沒有人流那麼多腳汗 你看這個你下去之後有沒有 它直接幫你把裡面的水 都保持乾 甚至你看我現在把它倒過來 沒有水會滴下來 沒有水會滴下來 所以你看這樣拿起來 它是幫你把水分全部都鎖在這裡面 所以你完全不用擔心你的襪子 會把水弄到你的鞋子 弄到你的腳整個都湊漆漆 而且那個臭臭的味道 有時候就是說可能那個材質也很重要 所以他告訴你 這個是竹炭纖維 蛇就是目前釋放遠紅外線最強的東西 好 這個是竹炭砂 這個是蛇砂 那蛇砂就是說 它今天是用奈米化 把蛇直接支到纖維當中 而且講奈米化它是要去檢驗 對 要有標章的 它是真正達到奈米化 才能夠拿到這個奈米標章的一個使用 對 我覺得拿到這個奈米標章 它可以現做到奈米化很厲害 可是它還可以有這個叫什麼 歐盟的安全認證 你的產品符合安全 它才能夠在歐盟販售 所以這個是有國際認證的安全健走襪 真的一雙喔 可以360度Hold住我們的雙腳 讓我們安心好走的襪子太聰明了 休息一下近段廣告 廣告回來還有更多的分享唷 Hold住好腳力才有健康行動力 剛剛講說這個 從小腿啊到腳底這個襪子的挑選 很重要啦 對 那可是呢其實以我們的腳來講 我覺得膝蓋這個區塊 也是很多朋友常常會很有困擾的地方 也是要好好照顧它 真的 膝蓋一定要顧好 因為我跟你講每個人都一樣 男女老騷都一樣 你只要到了一個年紀 你的膝蓋就動不了 而且那個膝蓋這樣 咔咔咔咔 那就不行了 對 就是你在 骨頭會走啊 對 你看其實我有一點點聲音 有沒有聽到 有沒有聽到 開一聲對不對 有開一聲 這個是告訴我們 就是好像人到了一個年紀 一定要保養 我們就會遇到了對不對 就像老到一個階段 那就老花眼對不對 沒錯 不可逆 可是我們要有智慧 對 所以像我是個人都會有 你就會用這個保護 這就是一般我們的護膝 因為我覺得這比較方便 就是你用了就可以直接護膝 可以保護 包在你的膝蓋上 那可是這個的缺點就是它不透氣 所以你包一包你會癢 而且那個好大一包喔 潛水布的 有點醜 有點醜 所以變成只會在家 那這就更不用說 這個好緊 很緊 那太緊了 超緊的 而且它又強調這裡有那個 有那個鴨條 鴨條 你知道嗎 所以更不舒服 如果你自己這樣套住對不對 你要彎的時候 其實膝蓋會更不舒服 可能也會夾到肉 對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就為了要保護膝蓋 你又不能不弄 然後可是弄了又覺得不舒服 所以它撐不久 對 可能到最後你就丟在旁邊 對 就會放在旁邊 就去不用它了 對 保不住 所以現在比較新的科技了囉 對 因為其實保養的膝蓋真的很重 因為台灣每年有兩萬多人 排隊要換人工關節 要排隊喔 你排隊還不是馬上就可以去做 對 所以我跟你講就是說 保護膝蓋 我自己 因為我們家族裡面 有四個人換人工關節 每一個換完之後都變氣象台 天啊 都變氣象台 沒錯 難怪你會那麼痛 對 難怪你會這麼刺痛 一定要刺痛 對啊 是的 所以像我之前也是有那個 就是用一般的護膝 可是這一種 你剛才用那種我也用過 像這一種 它也是從上到下 它的彈 就是完全一樣 不要穿的 不要穿的 然後呢就是說我現在才發現說 原來護膝它跟襪子一樣 材質也很重要 除了讓你穿得到以外 它本身也要有功能 那我現在發現一個 這個護膝真的很厲害 它的材質是用到什麼 摺殺下去做的 摺喔 用摺殺下去做 因為就是說摺是要幹什麼呢 因為摺它本身 它會釋放出所謂的遠紅外線 遠紅外線是怎樣呢 你如果說 筋骨不爽快 還是哪裡會症痛 你都會去哪裡 復健診所 中醫診所 像我媽媽最愛去的 我有 每次去那邊照那個 照那個光有沒有 紅色的燈 紅紅的那個光 它就會暖暖的 那個光會熱熱的 對 就是遠紅外線 而且一照半小時 一次要30分鐘 你要多它也不給你了 對 沒錯 可是你照完很舒服嘛 那摺它本身 它就能夠釋放出遠紅外線 對 燙燙暖暖的就很舒服 所以也就是說 你有這個摺 你把它穿在身上 你離開尖 它就在幫你釋放遠紅外線 了解 了解 好 所以我們哪種 像它是 你說旁邊那個摺殺嗎 就是那一管嗎 這個就是摺殺 這個就是摺殺 它是直接 線就置在裡面 直接整個奈米化之後 它全部都在裡面 對 全部都在這裡面 所以這樣洗衣機 洗衣機會掉下去嗎 絕對不會 就不會掉下去了 因為它是奈米化的技術 它已經織在纖維當中了 它不是說像有的泡有水有沒有 有水洗洗洗洗 奧用泡的嗎 有啊 那像這樣是一樣的 但是有時候 你如果流汗 你還是要洗一洗 對 它就掉了 這個洗你就不用擔心了 因為它是整個線織在裡面 它是整個線奈米化織在裡面 所以你不管洗幾次 它一樣是有褶釋放的效果 這樣就放心啦 最重要 好穿的 好的東西你要穿得住 這一雙它跟外面不一樣在哪裡 它的膠條支撐條 它是坐在後面這個地方 欸 膝蓋的這個膝蓋窩 為什麼要這樣做你知道嗎 因為你看喔 像這個是一般 一般的護膝 你看喔 就軟到倒 軟軟的 軟軟的 如果像這樣 垂下去之後 你會爬起來 你要全部靠自己的肌肉 跟骨殼的力量 才能夠爬起來 對 要不然它就攤下去 對 那這一雙它很厲害喔 它這個膠條 它是有支撐性的 你看喔 你這個膠條 你現在把它 腳彎下去有沒有 那你那起來的時候 欸 再一次 再一次 來 你如果跌下去的時候 你要爬起來 你要給它自己的力量喔 他自己幫你彈起來有沒有 有沒有 再來一次 再一次 再一次 所以也就是說 這個支撐力呢 它讓老人家 它幫你做到一個支撐 等於有兩隻小手 我試給大家看 就知道到底有沒有這個效果 真的啦 真的很好玩 我來試探看 就這樣有一個效果 對 它那個圓點 就是要對到你的膝蓋 圓圈圈 對 圓圈圈圈在正面 我是有在穿的好不好 我不是沒有在穿的 你就知道我之前 有多不喜歡穿這種 你看這個長度它又剛剛好 它不會讓你往下捲 而且它很好套 它一拉就上來了 你看我剛剛這樣一拉就上來 不像我其他那個 要拉很用力很用力 你知道嗎 好 那我們現在要真人表演 苦蕾背起來這樣就對了 欸 苦蕾 有沒有 背起來 有沒有 就是這兩條對不對 就幫你撐起來 它有彈力幫你做支撐 很輕的 然後撐起來 我沒有太用力耶 那我覺得這個不只是媽媽可以穿 如果有在運動的對不對 打球的也是要保護 爬山 爬山的人也很需要 還有像我們攝影大哥 站一整天的對不對 對 真的 而且我最棒的就是說 你那個往後壓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它這個地方 它這個纖維布它不會撐起來 不會 不會 它不會撐起來 因為它有兩條這個支撐條 它把它固定住 所以以前那個布會撐起來 這點後面 你會感覺會流汗的 撐起來 而且不舒服 你知道這邊會不舒服 對 一般我們穿那個太緊的 會不舒服 是 這完全沒有感覺 對 所以你看你以前 以前你這個像這種 你彎折久了 這裡都會搖魂 這裡有搖魂 你就會撐起來 因為都撐起來 像這一種的話 它就是說 它是直接彎下去的時候 打開 它就要把它撐平了 而且它這邊做的透氣之法 它這一塊 它是做透氣的 所以你的膝蓋 後面這個地方不會悶熱 這個不是那種鐵條 你知道嗎 它不是 它不是鐵 有一種鐵的破 有的是鐵的更難彎 就是你旁邊破掉 會跑出來 那會痛 它這個是一種專利的 堅硬的矽膠條 矽膠條是安全的材質 矽膠是什麼材質 奶嘴 奶嘴怎麼彎有沒有 小朋友怎麼咬 它都不會扁掉 所以很堅固 很耐用 它的彈性是一直都在的 是它有輔助 讓你直接這樣伸直有沒有 因為它這個壓條的關係 對 它有幫你輔助直接上來 所以我變比較輕鬆 而且我覺得如果說像我們 穿一個長褲 你就把它包在裡面 它也滿服貼的 對 而且它沒有感覺 出去運動啦 爬山啦 不會像那些 是 好 剛才剛才說 穿得住裡面不能燜熱 要透氣 所以我們要怎麼來看它 是不是有夠透氣咧 好 那我現在來做一個實驗給大家看 你看到這個是乾冰 我現在把水給放下去 因為這樣子就會有煙對不對 那你看到我們今天這個 直接把這一雙套上去 有沒有看到 這個你套上去之後 有沒有 馬上穿透 所有的熱氣全部都散出來 透氣 非常非常的透氣 所以即使夏天啊 很悶熱 也透氣 我們也穿得住 對 穿得住 穿得舒服 這個最重要 真的 對 像剛剛甄莉說 媽媽本身也在跳舞 對不對 我媽媽有在學國標 所以其實我媽媽還滿注重這膝蓋的 因為國標很多時候會遍佈 你遍佈的時候 那個膝蓋就會有 所以它會回到家 都會也是有在 我有看它也是有在穿呼吸這些 不過我覺得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因為甄莉的腿很細 這個尺寸這樣小小的 那如果每個人的腳都塞得進去嗎 來 我跟你講你不用擔心 這一雙它真的很厲害 你看像一般人的腿 差不多就像這樣 你看這邊我是從下面套 這樣套上去沒有問題對不對 對 你說同樣一隻 我們現在把它拿起來 你的腳骨怎麼粗 不可能比這趟骨更粗 有沒有 有沒有這麼粗的水桶 放下去嗎 來我跟你講你不用擔心喔 我們現在一鏡到底 輕輕鬆鬆拉下去有沒有 直接整個套進去都可以 而且它很厲害是 它是從窄的地方往下套 對 因為上面是比較快 我們一般是這樣穿上來 拉起來有沒有 它不變形啊 對啊 拉起來它不會變形啊 你再給它穿你吃 再穿一次給大家看喔 這麼粗 而且它還是用細的地方往下穿 一般人家是從下面穿喔 我們是從上面穿下來 等一下現在穿下去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圓點點放大了 就是膝蓋的位置 對 它上面跟下面都是直式的織法 然後對不對 所以這個它是順著你的肌肉纖維在之後 這個地方是順著你的膝蓋 所以你要是有彎曲的時候 你這個地方它是有彈力的 對 它就能夠固定在你膝蓋的位置 不會說讓你蹲下去的時候 它會扭下去 蹲下去會扭下去 而且你看它的後面 就是膝蓋窩那裡 後面那邊再看看 你看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講到說 它透氣的一個編織方式有沒有 這裡是透氣的 所以有的人那個膝蓋窩那邊 會特別容易流汗 流汗 對 對 真的很貼心耶 很多小細節就是這一種人家的專業 對 而且以前的護膝只能當護膝用 這一雙它可以一間二間 怎麼說 因為它是用褶殺下去做的吧 因為褶可以釋放出遠回外線 所以像我媽媽 她就是平常白天的時候 她當護膝用 晚上睡覺的時候 她就把它移到小腿肚 為什麼要放在小腿肚 因為小腿肚 她以前就是常常會抽筋 有 有一些老人家很容易睡覺 睡一睡 半夜抽筋 會 痛醒 孕婦也會 對 也會 孕婦也會 因為孕婦缺鈣 她也會抽筋 因為在懷孕當下 所以這樣孕婦穿的時候很好 很舒服 懷孕的時候就是沒有這雙 還有 還有就是說 是不是像有時候 比較怕冷的朋友 剛剛我們有講到像襪子 有沒有 還有護膝 那所以真的是讓我們的這個 暖暖的照顧 包括膝蓋 包括我們的整個腳 對 都是很重要的 好 剛剛又講到說 這麼厲害 這麼穩 這個褶啊 是 褶 其實也不能嘴巴講 這也必須要去檢驗 因為褶這個材質 現在就是外面很多 但是一定要有檢驗 我們是送到SGS去檢驗的 這一雙它是真的是檢驗出來 有褶的成分 而且呢 還必須 為什麼這個東西 歐盟 這個CE認證 你去外面的商品 你要看 要進歐盟販賣 一定要有CE的安全認證 所以這一雙我去看 它真的有拿到歐盟去認證 難怪你會這麼的 強烈推薦 就是 封號他媽媽啦 對啊 因為她們全家都有在穿 她腳趕快後會相互顧 也就是我這樣顧 對不對 這文公公公講得這是特別啦 好 這個呢 是怎麼樣 這個是多國專利啊 你看有日本的有德國的 光是要拿到日本跟德國的專利 就不得了 所以你看一个小小的护膝 也能这样拿到专利 然后袜子 其实这些袜子 这些织品都是我们台湾之光 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 好来我们也看一下 来袜子最后提醒大家 我们要挑选 不是这种一个单 对它是六段压力的袜子 六段压力它是分区渐进的 依照你的脚的人体工学 帮你做加压 好来我们今天谢谢来宾的分享 太精彩了 真的是这么的保护我们的双脚 好那如果各位观众朋友 对今天的节目当中 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 也欢迎向我们的女王当家的 FB粉丝团来做进一步的了解 希望大家最赞的都在这里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Tracy小姐 史无闻 天气开始冷 那出门的时候呢 这个日夜温差大 我们就要穿好暑了 可是穿的保暖这件事 我们要穿的漂漂亮亮的 不要穿的肥肥总总的 那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要穿的又时尚又保暖 又轻轻很轻盈哦 马上来欢迎今天现场的来宾好朋友 首先欢迎的是我们的生活达人 欣宁 大家好 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喜欢露营 生活达人就是我了 所以穿着我希望就是轻便 不要洋葱丝的 如果一件就能搞定 不管是室内室外 又能够保暖防风防雨 那是最好的选择 哇 好 接下来这个呢 是我们的Tracy妈妈 也是我们聪明妈妈 大家好 我是Tracy妈妈 我认真说 我有三个小孩 节省很重要 但是所以我要挑东西 一定是一件搞定 又精打细算 然后又好穿的东西 她刚才有听到 又要清 又要保暖 又要漂亮 我发现两位身上 都穿着水当当啊 都很帅气啊 很漂亮啊 所以今天已经知道怎么穿 过去是怎么穿啊 以前啊 我早期 现在男生 穿着的方式呢 无外乎就是洋葱式 所以很多的妈妈 也会为自己的儿子啊 老公啊 说你多穿一些啦 多穿一件嘛 穿好修嘛 所以呢就变成什么呢 你会穿三件 里面有一个长袖的棉梯嘛 长袖的棉梯 连络跟他针织衫 毛线一样 有人拼了啦 有人拼了啦 没得外面的大衣再给他穿上去 对喔 搞到自己像什么一样 后来呢 我就买了这件外套 我说这个保暖性 真的没话说 看起来蛮保暖啊 很大拼的啦 这穿起来 这羽绒外套啦 真的赞 可是喔 穿起来我肿了两倍 看起来蛮肥的 蛮肥的 蛮以为你变胖了 我跟熊一样 一样大只 这个变肥的这件事 有时候看起来会显得比较老气 对啊 所以我们来又要好看 然后又要清又要保暖 崔喜妈妈 你都怎么搞定啊 我刚听你们在讲 我看着我这一堆的衣服 我就想到 这是我过完的衣服 因为我认识说 因为我有小孩 我要骑摩托车 带他们上学 有时候我要去买菜 所以其实我要骑摩的时候 最怕冷 所以有时候 以前我都会穿一件 这个保暖的在里面 你走路的时候会燙 可是它也贵风 会不防风 然后有时候下雨来的时候 它一下就湿掉 所以其实它又湿又冷 其实单穿这件是不行 所以我穿了一件之后 我还会再穿一件这个外套 防风外套上去 很麻烦又大 我又没有 篮子又放不下 我车子也放不下 忽然又流了汗 又整个很热 全身热乎乎的 又胖又肿 那结果骑了摩托车 风又来又吹了 真的会感冒 对 其实很不方便 然后后来我就是其实 我觉得全部防风防水 透气什么都急一身 然后又好看 我喜欢这样 然后稍微长一点点的 我可以遮屁股 可以遮滚 就是你现在身上这件吗 所以屁股有包起来吗 屁股是包起来 我待会给人家看 屁股是可以包起来的 然后就是领子又高 然后又有帽子 所以其实一件我可以搞定 我又不用带围巾 又不用再带个什么毛帽 因为它也有帽子 一个外套可以搞定 从你的脖子取代外 对 我省了帽子啦 省了围巾 因为这边贯风嘛 然后这个地方 我又可以把它缩紧 所以又保暖 然后又长 然后看起来又有腰线 不过最重要你刚刚说 如果你出去要买东西 轻便 不能太重 很重要的 其实我们可以来量一下重量 以前我的过往 穿了好多年的外套 长这样 重量我给大家看一下 以前的外套都很重啦 都是这种 对 外套很重 跟棉被一样 以前棉被也很重啊 要又厚又重才保暖嘛 对 可是现在不是咯 现在是可以又轻又保暖 现在年轻人就不爱穿这种的 然后这件 就是他身上穿这件黑色的 我一件了 其实这件我们大概 可以我们看一下重量多少 我过往穿的 大概1700左右 1600多克左右 大概1.6公斤多啦 还有啊 然后这件大红都700多克而已 所以他大概就是以前跟他就差两倍 一个是1660 一个730 对 差了两倍 两倍喔 不到一半耶 对 所以其实以前真的是不会挑 然后穿了又重 穿了这个肩膀会痛耶 会痠痛 会啊 对 然后其实啊 我跟你讲喔 我自己很喜欢去找材料看一看 这到底为什么怎么做的 所以其实后来我看到 这件外套 它就是用三层布去做 然后重点是我刚刚没讲到 你看弹性有多好 也是有弹性的 弹性是 它是四面弹性的喔 所以啊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好材料 你就是弹性要很好 那拿活动的比较灵活嘛 对 不会防守打打的 它就像你的另一层皮肤一样 了解 它就是贴合在你的皮肤上 所以你活动很有空间 然后再来就是 而且这帮起来 我这样帮起来 这帮起来软软的 这个好密 好柔 那个保暖层好厉害 我也觉得很欢迎 那里面不知道是什么材质 就很细很细 这叫什么 他刚刚说的 这叫蜜桃绒 蜜桃绒 蜜桃绒 就是刚刚你说啦 像有点像粉扑 我们在粉扑 扑我们脸上的那个粉扑 就像它细一无明明一样 所以这是第三层 那我们表层 跟第三层中间有一层膜 这就是媲美G牌的膜 这就是防水透气膜 那个两万多块一件的外套啦 对 登山爬山在买在穿的那个外套 防水超过两万喔 透气也大概有八千喔 防水有两万喔 防水系数两万啊 对 然后我们来看 它其实它的面 它的布料就这样子而已 那东西很好呢 就这么轻薄 对 它三层弹性 这语衣可以吗 可以 而且它这种的 因为有那个薄膜 我知道的是 因为它可以呼吸 对 它可以呼吸 你如果是语衣的话 是不能呼吸 是 它又能够透气呼吸 但是又能够防水 嗯 不是防泼水喔 听好喔 它防水系数是两万系数 毫米巩柱以上 那个已经专业等级PRO的 哦 你看那个帐篷啊 一顶帐篷 五万多块 八万多块 防水系数就一万五 它这个到两万 哇 比那个帐篷 所以如果我去外面 遇到下雨 我真的可以这样子 可以拿来搭 可以 你就帽子 你就帽子戴起来就好了 对对对 这样子啊 对 好好 我们请两位先来前面好了啦 我们也给大家看你一下 哎 你两个 红水乌大半了 你看 有腰身耶 我第一次穿着 有腰身的衣服和外套 因为我以前穿外套 是没有腰身 有腰身会显瘦啊 瘦多了 而且很好看以外 它整个保暖性很好 首先我跟你讲 这个骑车的一定要注意 嗯 就是袖口 因为你风号 大部分你说 你这个都挡得了 可是风会从这里灌进来 对 那这里呢 它的设计 整体就会冷了 收口的地方 它的魔鬼站有两条 不是只有一条哦 所以它收口 双束的 收起来你就这样子 根据你的手腕收起来 完全包起来 没灌风 风不会进来 两只手都可以束起来 两只手都可以 对 第二个你会想说 我头巾 对啊 头巾 它这个拉链呢 它是直接 板型快到膝盖 我觉得很好的地方是 我骑车也不怕冷 它这个是双 双向拉链 双向拉链上去之后 好处是什么呢 它可以双向使用 那你这个拉链进去之后呢 这个底下有没有 你看 这样包起来 真的到头部的地方 你看 这里 到脖子耶 你看 这样连围巾都省了耶 围巾都省 啊下雨下雨怎么办 下雨就帽子戴起来啊 帽子在包起来 啊头发 头也不怕湿 帅帅的 这边还可以拉 还可以拉 因为 我觉得最重要啦 那个风 不会进去 它拉起来之后 风就不会进去 完全包的 还有重点啦 这个帽子是可以拆的 漫武只可以拆 所以我还可以改变造型喔 你就变成一个蒂林的 就欧巴 欧巴的造型啊 刚刚讲说 为什么它可以 造型也很修身 我觉得像我是女生啦 我喜欢穿这件 因为它 我的身高不高 我大概160公分 我今天垫一个 一个高的靴子 然后其实啊 它是不是给你看 我臀部不见了 又盖住了 越包起来了 保暖 我的腿 它就直接在我的膝盖 所以其实 因为其实女生最怕冷 哪里冷 肚子冷 肚子冷 肌骨还有腿冷 你看为什么 它穿短裤 我刚刚脱发现了 你不要看 你不要看 我跟你看 我真要 这是我秘密耶 它是穿短裤 所以很多冬天到了 喜欢爱漂亮的 我先跟你讲 你看我这边可以拉起来 对不对 你看是不是短裤 我看 真的是双向拉链 上面也可以往下拉 下面也可以往上拉 好处是什么 你坐的时候 骑摩托车 或坐着的时候 你就这样子 你的外套不用脱 你只要把拉链打开 你没有拉开 你拉链 放着这样 你这样 你就这样肚子 就憋住了 打开多好 然后你看我这样穿着 其实我可以适合 我可以 如果说我哪边热 我就打开就好了 你要开多高的叉都可以 对我都可以选择 就等于全面开叉 那我们男生的话 就是要站着上洗手间 你不可能这样子拉起来 对男生的考量又不一样 会被看养号了你知道吗 所以双向拉链 所以双向拉是这样子 上厕所就可以来帮忙了 有没有帅气 方便啦你知道吗 好啊 变的啦 那女生其实 这个修身感你说腰是什么 我这样打开之后 其实我们这边有 这个可以拉收腰的 我们把它腰收起来 其实我告诉你 我立马捡10公斤 你的腰就是这样来的吗 你又这样来 后面是少女看一下 后面是少女 其实真的 尤其像我们矮个子的人 如果这个腰线没出来 真的整个就是 一不一代去了 真的 好啦 其实大家只要聪明的挑选 一件可以有时尚保暖又轻盈的 这样一个防风防雨的 这个多功能外套 真的是太方便了 休息一下近段广告 广告回来还有更多分享 哇我们呢 浅烧烧同时达到 保暖时尚轻盈还防风防雨 all in one 这个秘密竟然是 在我们台湾的纺织科技当中 不过马上呢 Tracy妈妈说要做一个怎么样 防风实验给大家看 来我们来做一个残酷的防风实验 我们这有十支的蜡烛 已经点好了蜡烛 我现在要媲美就是我们台湾 可能十五级风 冬天台湾风 我现在要开这个是工业电扇 我现在要开最大最强 我要先把它包起来 让它风把它灌在里面 好大家眼睛仔细看蜡烛 完全闻风不动 你看这个就是风 工业完全阻隔了 来眼睛不要了 我要打开了 这代表这好厉害啦 全部把它吹熄了 吹熄了 所以如果说呢 这样子的一个这种 这算机能布面了对不对 对 机能布面 三合鱼三层 三层的 三层贴合的 它的弹性很好耶 四面弹 对 然后呢 刚刚打开它里面 真的一层 然后中间一层 然后万一在一层 你有看到三层吗 会呼吸又防水 哇 这种现在 布面有办法做到这种科技 防风防雨 有 这个真的很贵 因为它三层贴合 不好意思 因为很漂亮 它中间有一个膜 然后我现在来看说 我们刚刚做了寒风 就是防风的测试 我们现在来做 防水跟透气的测试 我现在要倒水进来 我们现在真的是 因为刚刚讲说防风嘛 那你这样觉得说 会不会密不透气呢 可是它竟然还可以又透气 还可以防水 怎么这么妙啊 我们现在里面有 上面加了水 中间那一层黑的是什么 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件外套的 就是我现在手的拿着这一条 三层的软壳布 对 同样的材质 就是西萍身上穿的这个 没错 你现在看 你看猫 你看有没有猫泡泡 有 上面有透气 鱼儿在呼吸咯 上面有空气 空气可以透过这个布面 然后再往下看 下面的棉花 你看有没有湿 下面有没有滴水 我们看一下 下面棉花的部分 上面可以达到防风 这个布面可以达到防风 可是下面不滴水 又防水 对 所以水不会滴下来 下雨天也不怕 它防水系数到两万 这两万的概念 透气八千 就已经是透气 然后又防水 这个太厉害了 我们也有一个影片 就是我们透过一个3D 让大家更容易了解 什么叫做 三层的软壳布 那也请Tracy来说明一下 好 总共三层 对 其实三层 你看第一层就是防水的 然后第二层有一个膜 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蜜桃 你看它可以挡寒风进入 所以它不会 它可以阻隔寒风再进去 所以其实冬天穿这个 又可以蓄热 又可以保暖又升温 所以其实我觉得透气很重要 不只是防水 所以穿了有弹性清凉 防航空防水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 你知道你在讲话 我都忍不住手一直摸它 因为好好摸 蜜桃 好柔软喔 不是每一年 外头都是这样 你看只要有绒毛的 有没有 没有听到绒毛 大家都说 哎呀 都同样 没有 你看这个绒毛外套 它也叫绒毛啊 对啊 很粗的啊 摸起来 好粗喔 所以还是有分等级 然后塑胶质感很重 然后这个比较 比较柔的 可是摸了大概两三年 穿两三年之后 就有点像我们的起毛球一样 你摸起来会夹夹的 它比较粗糙啦 比较粗糙 比较粗糙一点 但是 所以是你身上的这个 你看 就我现在手上摸的这个 哎 你看这个 好细喔 这个摸起来就像粉撲 女孩子化妆的粉撲一样 对 好好摸 我认真说它又咪咪啦 又咪咪啦 对 它其实就是我们的原理 我觉得这个布料的原理就是 它把那个纤维 它把它做得很细很细致 所以它跟你的皮肤啊 是紧密贴合 所以它可以在你的皮肤上 一边接触 一边穿着 一边升温 然后你又舒服 可以hold住 然后你除了升温之外 因为这个布料 它是防寒 又防水 又防风 所以你保住了温度 你就会保暖了 只是啊 因为我觉得Tracy身上 你说那个叫什么红 好喜气耶 瑞士红 瑞 这个意思也好听 最适合什么 我 圣诞节要来了 Christmas到了 红 再来什么 New Year 过年要到了 红 对啊 很适合啊 讨喜 那我请问一下 那男生敢不敢穿红色 可以试试看 我觉得穿起来 我会像设计师 黑色比较像 有点像那个什么艾伦沃克 有没有 很流行的衣服 黑人帅气 但我觉得红色 应该会有点像设计师 其实我爸爸 我爸爸以前都很喜欢穿红色 现在时代你改变 其实男生穿红色也很多人 就是气色很好啦 对 而且最主要就是说 你知道如果以颜色学 红色会带来这个红韵 对 好运当头 红运当头 是不是因为你本人就帅啊 我觉得我应该要选红色 是衣服的问题 还是你本人的问题 我觉得衣服占了一半的因素 人也占了一半的因素 转一圈 来来来你看 身材 要身材有身材 我觉得你如果这样子 你喊动算 我会投你一票 哦 真的是好看 真的不错 那那个Tracy妈妈 再教大家一下 因为大家都很在意 有那个修身这件事 我们生过小孩 尤其腰 是我们的命根子 男生有 女生也有 我们要有腰 所以你看我们有缩腰 这个 双边都有缩腰绳 那其实啊 那个腰绳很简单啦 其实大家都很容易看 所以就是这个 大家把这个腰 这个腰线 把它稍微压一下 然后收一下绳子 自己就看你的体型 对啊 你自己就收一下 自己去调整 自己要 你看 这边就有腰了 然后另外一边 我也这样收一下 对 而且质感很好 我今天想要有腰就有腰啦 没有腰就没有腰 那如果今天想要 我今天想要没有腰 就没有腰这样就对了 对啊 我想要怎么调整 我自己变化啊 参加宴会的时候 姐妹多 你就要在腰伸腰 是 哇 腰 好明显 我腰耶 新宰 我的腰出来了 辣妈 她现在是辣妈 这样叫辣妈 而且辣妈的帽子 也可以改变造型 对不对 这个帽子可以拆啦 我等一下脱下来 我现在脱下来 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帽子可以拆这件事 对于我们女生啊 或者有时候你外出 你想要改变一点的造型 你去拆一个帽子就很快 对因为有些人 他们不是那么爱帽子 但是我爱啦 但是有些人不爱帽子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帽子 把它拆掉 它只是个拉链啊 在室内办公室啊 比较正式一点 就是把帽子拆了 对啊 你就把它拆掉就好 就是一个帽子 你就把它拆掉就好了 收起来就好了 就变成这样子了 Yeah Made in Taiwan Good的哦 我穿最小的哦 我的尺寸是最小的号 所以其实你看 盖腿啊 盖屁股啊 都没有问题 好 黑的红的都好看 对 不过哦 我跟你讲 最明显的差异 叫做before after 对 你如果穿那个 背背静静 就算保暖哦 可是有一点扣分哦 那又保暖 又轻盈又修身 怎么办到的 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心灵哥啦 好不好 我来看一下 心灵哥你自己看一下 我跟你讲哦 右边你可以看得到我 穿得这么臃肿 没办法啊 怕冷 就是要穿那么多啊 那么厚啊 可是我就跟熊一样 跟球一样 可是一边叫欧巴 一边叫什么 熊 阿伯 这是阿伯 我跟你讲 这伯伯他叫阿伯 感受不好 你知道吗 真的啦 韩国的欧巴 你看看 行男就是行男 有没有 左边就是行男 右边就是阿伯 你好像穿起来很有钱 谢谢 真的是很有钱 对 穿起来就比较不贵 女生也一样啊 尤其像Tracy 你个子小 然后你腰身 没出来 这个整个就变得臃肿 这是以前我还穿得蛮自卑的 你白白的肥了10公斤 我真的蛮自卑的 以前穿这样子 现在这样子整个身高 好像视觉上它就是长高了 身材也变好了 很明显 那个腰身都出来 有腰身叫辣吗 对 右边叫蔡奇亚啦 蔡奇亚 左边的这个精品时尚 但是它确实是很轻便 因为以前像那个旁边那个 以前我穿的比较肥肿 它那个是羽绒服 它里面有羽绒 但是羽绒它不好整理 然后它会有异味 然后有细菌 我会过敏嘛 所以其实我觉得穿那个羽绒 我也不穿了 所以它跟羽绒一样 这个保暖度 可是因为你又 它这种绒不是羽绒 所以不用担心那个什么 它保暖度 绒跑出来 不用怕 而且不用怕有异味或过敏的问题 而且 羽绒本来就是不好整理的东西 所以羽绒一般都没有弹性 羽绒一是没有弹性的 没有弹性 大多都没有弹性 所以其实我觉得 它会串毛 这一件好处它弹性很好 那我们可以看它的伸缩度 其实它伸缩度 我刚刚为什么一直说它伸缩伸缩好 你看 我们这边有画一条线 原来是十公分的地方 我现在立马拉 拉给大家看 哇 这样冰露多少 16 快一倍了 我还可以再拉 我拉到17 所以这个弹性很重要 假设我今天穿的这一件 不是说时尚 如果我们今天是去比较休闲的 拔动 要动对不对 要动 要登山爬山 你要动嘛 或者是要打球嘛 对不对 对今天节目当中 如果观众们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 也欢迎大家上我们的 女王当家的FB粉丝团 来做进一步的了解哟